公式假如说你们有一些来不及记的话 或者有一些漏掉 你可以参考讲义 讲义里面其实也有答案 或者另外一个地方 更完整的 其实你可以参考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里面 这个结构有点像是我们那个什么 我们范例档案的这个结构 也就是上面只要有立题 那如果你要找到答案的话 你可以点开来 它就会有一个蓝色 其实你们应该是长这样 就是有点像有一个蓝色的图示 就是答案的部分 那你可以把它点开来 其实我们就是有点像云端的讲义 我又把答案都截图 或者是说有一些公式的话 这边就像ASCII Code内码表 我这边也有显示 还有就是说刚刚打的公式 这边也有 所以如果你漏掉的话 其实这边也可以看到参考的东西 那当然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 其实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TES TES的好处 它可以让刚刚的逻辑 还有虽然得到结果一模一样 但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程式 公式会相对的简短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我想把这个公式也许把它删除 或者你可以再复制一个工作表 复制一个工作表 拖拉加Ctrl鍵 一拖拉这边就多一个 一模一样的 那你可以再把这个删掉 删除的话你可以这样选取 不过我建议你可以进一个快速键 Ctrl Shift向下 游标先放在1.4 Ctrl向下 这样意思是说快速的向下选取 然后Delete掉 Ctrl Shift向下 OK 不然的话有时候你列数太多的时候 你光要这样选要拉很久 Ctrl Shift向下 它就一下子就帮我把整个选到最下方 那你Delete掉就OK了 那特别注意 如果我将来希望把后面的这资料 变成自动补零的话 其实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你可以选取G4到H4 然后按滑鼠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 你看一下出生的格式 那其实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三码的话 只要自定一下 点选自定之后 请你在类型的这一个编辑方块里面 输入三个0 你按确定 084 007 OK 可是跟各位讲一下 刚刚 它叫做格式 什么叫格式 就是 它只是让你 以为 它是084 但是实际上 它里面放的资料是多少 还是84 所以如果你串接 它还是84 它并不会因为说表面上是084 串接的结果就是084 可是你想说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格式 变成真正上面里面的084的结果也帮我带出来 特别注意 如果你将来希望表面上看到的也变成跟真实的要的结果一样的话 那请注意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 有一个函数 叫做test就可以 ok test怎么做 我们一样好不好 恢复一下 这样恢复以为说你已经变出来 你可以在旁边练习 插入函数 文字类的话 这个函数 它叫做test 在底下 test 踢开头 这个 特别说 它其实需要两个函数 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什么 它要value 你给我资料 第二个给我什么 format test 什么叫format test 实际上就是我们刚刚在制定的地方按滑组右键出现格式 我们不是输入000 那个就是所谓的格式化文字 我按确定之后的话 第一个value就是84 如果我真正要把它转成084的话 很简单 format test 我只要加上什么 000 就可以了 但是请特别注意 这边一定要是test 所以前后一定要加什么 双引号 另外我跟各位讲一下 刚刚那个ifu会自动加 可是format 会不会自动加 不会 所以你如果这样子 你按确定一定出错 所以怎么办 一定要自己加一下 前后双引号 然后按确定 084 那跟各位讲 这个是真的084 不是假的 刚刚是假的 这才是真的 OK 所以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现在要把同样的东西加到刚刚的这个里面来的话 我其实怎么办 一样等于09 然后end 然后拿这个储存格 然后end 一个简的符号 后面的话end 那我就直接怎么办 用test就可以了 所以test 钱瓜符 然后资料给 value 这一个 然后d.00 00 后双引号 这也可以打上去 但如果你不习惯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插入 函数也OK 然后把它打个勾 084 向下填满 有没有 感觉好像似乎 如果跟刚刚rept 加len 比起来的话 其实这个方法应该显然是比较简单 OK 那后面的话怎么说 一样 把这边把它复制了一下 贴到底下来 然后把这边一样改成 改成h 打个勾 这样的话 再向下填满 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rept 加len 不过看起来 这个有点逻辑太复杂了 如果你用这个方法 相对是简单很多 OK 请各位试试看 第二个方法 画面再转给各位一下